我身后的我前后左右我就转个圈 所有你们能看到的和看不到的 都是储慕场的地盘 如今有的地方长了一些草 有些地方种了一些庄稼 这些房子暂时就空在这了 如果能利用的话就利用 现在看来没有利用度 这房子建的真不错 就这个调渡楼真不错 如果我没有做自媒体 也如果没有因为自媒体 我能走走全国各地很多地方 激起我的好奇心 估计我都不会往这个地方走的 有可能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来这地方 这句话说的好 读万眷书不如行万里路 书上说的再好 包括电视史上演的再好 也没有自己亲自来一趟 那种感觉好 你站在这个位置上 你能感受得到当年这里是如此的辉煌 真的能感觉到 你就是看我身后这些车 这个时候都是这种车 有年代感 但也发现了 这储慕场当时待遇还是不错的 这些车子都是消防的 上面写着森林消防 虽然车子年代太多了 已经早早就报废了 但还能看到当时的样子 这车在当年算是不错的了 这个也是调度室 调度室肯定是传一些单子 就比如说你领什么单子 过来到这来确认 都在这里办公 收发单子地方 我猜的 你包括现在工厂也一样 虽然有一栋楼是管调度 但是总有一个对外的窗口 是来回收发单子的 也叫收发室 你看这栋楼 这栋楼好像 当时承载了2000来个员工 就是说这一片区域有2000左右的员工 师傅 您睡 我能在这坐一会儿躲个雨吗 可以 我看这吓得稀里哩的 这试下飞下 你不打扰你休息 您休息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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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一块都是以前储物厂呗 对 这整个这是 亚洲最大的储物厂 亚洲最大的储物厂 一进来 就是这里面 只要一进门 这地方能走的路都试了呗 对 这已经 已经啥也不试了 那个就是也不能砍伐了 也不能那个 停伐了 停伐的话 这个 这是那个 这个厂的员工厂 是2000多口子指红队伍 那时候是火车就直接进来了 就拉木头拉走 这三条火车线 三条火车线 现在就还剩一条了 这一条也光飞了 你不约木头就只能荒废了 对 那时候2000多子宫 如果说这不砍伐了 那他们咋办呢 你现在都转岗了 转岗 转岗 都转岗了转岗 现在就是 你像我们这 像我们这个岁数都要退休了 就 一退也就没多少人了 也是 那可真是的 这是多少年了吗 都 对对对 一三年停伐了 那你说来这边 这边的子宫 大部分也是外地的 不是本地的 这都是原先的 所谓的 10万官兵 我知道了 建设兵团留下来的 对 都是10万官兵 还有 还有朝鲜 你往打完朝鲜以后回来 是建设兵团知青 还有一点大学生 对 是 全是那伙 全是那伙 我们家 我家是新海湖那边的 我们家那也是 但我们家那是种地 也就是说农场 有地 是弄地的 但这边是林业的 这边也有种地了 像852 853 对对 农场 854 850 对 850是最大的 当时的以后 850是当时在 应该是团部 对对对 团部 就是最集中的 就是官兵最集中的地方 那个八不零 八不零 对 他当时以后就是 当时以后就是 这些知青了 包括这些转业的 这些军员 都是在那个地方 就是聚集地 集中的地方 从那个地方集中以后 上啥分野 像我们这个地方 里边还有859 859 859 858 857 都在里边 对 哎呀 857就够大的了 我那时候去 是85 850 还是8510 还是857 那农场赶集 也是 那人可多了 然后那边人说话 口音也不光是东北人说话 就是说 也带点 那个 一听就是建设兵团过来了 那个口音 他有点那个什么 这个地方当时的教师 一般都是 有北京的 上海的 对的呀 他都有点标准的 这个有点普通话 是的 是的 我们家那也是北京知青留下来的 就比如他们后代也回去了 然后偶尔还回来 回来 对对对 普通话可标准了 比北京人标准多了 对对对 这出话可好听了 这都是 那咱们都是一样的 这是亚洲最大 亚洲东南亚洲最大的葱厂 这个就是从这边到那边以后 这是 4公里 4公里 这宽还有两 哎呀面积真大 天 这已经都荒废了 那边的话 就是有种田的了 可能是 都种田了 对对 这就是 算是 这亚洲最大的葱厂 对 那就是5楼 那就是原先的调度楼 最多楼就是山上的 那个山上的 民厂的木头 打了以后 上 在我们这里有 那时候有 有4个 造材连队 上这4个连队分 就调度 配火车也是从这个调度楼 配火车每天 每天都有30个火车瓶 30个火车瓶 我的天 30个火车瓶 30个火车瓶 我们那时候 专届 对 那个 那时候 每天最少是一列火车 每天装一列火车 哎呀 那个 我们报计划 一般是报1700个计划 承证的话能承证 1200个 天哪 咱不说别的 就那调度楼 那么大 五成都是管调度的 你得想 他得 那时候得多烦满 嗯 说那个清措 清措是2000 也为这个木头 清措是2000的 那个死亡队伍 深血措 就是小火车 是2000 是2000 哇 那就6000了 嗯 6000 那时候那个什么 整个就是林业局 那时候是号称5万的 妈呀 哎我的妈呀 天哪 那什么盖 以前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那时候就是这个东南红 号称就是那个叫 在八几年和九几年 号称就是小香港 哇塞 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香港有的东西 这个地方都有 哇塞 打到什么程度呢 我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这个储蓬厂 这个门口员先上去 这些整个街道 四处全是饭店 全是旅店 哇 哎呀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现在就不行了 现在是落 对 现在是落寞了 那时候就是 别说别了 就是我们那个红西村 那个子宫队伍 那时候红西村 我们那是那个战地 就是广 就是家属在那住的 那个战地 也得有两公里 我的天 哪一个也得有两公里 东西也得有两公里 那时候建成冰卵在这边 它还挺吃香的 这边待遇肯定是好的 我觉得收 当时这个东南五十街局 和那个虎林县 虎林县就是说 虎林县就是县长县委收益 它都不如我们在里面 那明白 太有实力了 这地方那时候 那时候大木头老出了 那时候是不是 那个 就是那个胸虾子坐舱 别说这个树了 那个胸虾子坐了 那个树 这个红松 抱不住 抱不住 你看 嘎子嘎子 以后 胸虾子出来了 一个胸虾子都好一百斤 我有妈呀 我们在一带 在一堆灶材 灶出来 胸虾子在里大洞 还是什么的 它冬眠 冬眠 就在树里头 我们冬天以后 把树伐了以后 用小火车印下来 印下来以后 这不得灶了一段一段了吗 四米 三米 两米 六米 灶材的时候 一干一灶下来以后 这个 胸虾子一哭了 它就出来了 出了一个大零的两个小时 哎呀 我们下来以后 我希望他们再出来了